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我是星星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整个国家最有权势的女人不是皇后 而是后宫真正的掌权者太后 太后身为皇帝的嫡母或是生母连一国之君都要尽她三分 身份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崇高 不过尽管如此,在父权时代大部分的太后都还是低调度日 中国远远流长的历史里也只有少数的几位太后 因为有着良好的管理能力,厉害的政治手腕 甚至是少主登基的辅政机会 在天时地利人和下与父权社会才占有一席之地 最为人熟知的当然就是唯一称帝的女性汤朝武则天 还有我们先前说过的大秦宣太后米八子汉朝的旅后等等 而有别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位太后 都有着不相上下的褒贬评价 今天要说的这位太后虽然是从一届街头卖艺的平民 登上了太后大位 但后世对她的评价却几乎都是正面的 近代史学家兼小说家蔡东帆还称她 有驴武之才无驴武之恶 意思是她和驴后武后一样有才能 却没有和他们一样犯下恶行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北宋江宪民宿皇后 刘娥刘太后 江宪民宿太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刘太后 本名不祥 民间的传说是刘娥 现在影视作品也多使用这个名字 那我们今天也用刘娥来述说 关于刘娥的生平在不同的史籍内容也有点出入 我们就还是按照惯例采用普遍比较被认可的说法 刘娥的出生年份也不详 根据史学家的推测 他大概是出生在公元969年 宋太祖赵匡应开保二年 这边我想要先提一下 宋朝的年号并不像我们熟知的明清朝 一个皇帝一个年号 宋朝的年号会因为政局等等的原因变更 刘娥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在位期间就有高达九个年号 言归正传根据宋史的记载 刘娥的极冠是三溪太原 祖父是五代十国后晋后汉的禁卫军 又宵为大将军刘延庆 父亲刘通曾经是虎杰都指挥使 也是皇帝的禁卫军 后来成为加州刺使 就是今天乐山的地方官 所以刘娥是出生在益州华阳县 也就是今天四川的成都市区 他的母亲庞氏据说在怀孕时 曾经梦见怀的不是孩子而是月亮 在古代太阳代表的是皇帝 月亮则是代表皇后 刘通便申信妻子怀的是富贵之子 不过刘娥出生没多久 他的父亲就战死沙场 而因为生活贫困 庞氏只好带着小刘娥住回了娘家 没多久刘娥的母亲也去世了 虽然刘娥和当时大部分的宋朝女子 一样有读书试字 但是因为家里环境不好 刘娥就去学艺成为了一名歌女 还学会了波涛的好功夫 就是我们说的摇波浪鼓 不过她的生平也是从这里开始不符合逻辑的 宋朝时代的女性地位相较于其他的朝代是比较高的 根据宋代的律令 家中没有儿子的父亲去世后 女儿也有权继承财产 刘娥的父族辈世代为将 虽然她的父亲早逝 但照理说她应该也可以继承一笔还不错的遗产 就算她的父亲没有留下任何财产 刘娥的外祖父辈也不至于穷困潦倒到要让她去学艺 毕竟在当时呢 卖艺的歌女还是一个比较低下的职业 将门之家的后代不太可能要沦落到卖艺为生 所以现代历史学家认为 关于宋史记载的刘娥出生可能有两种解释 第一呢是后来刘娥成为了大宋太后 为了抬高她的身世史学家就让刘太后攀亲戴故 将她写为呢已经绝世许久的流通之女 另一个呢是她也许是母亲旁家收养的孤女 或甚至只是续养的歌迹 刘娥后来的丈夫宋真宗第一任皇后 郭皇后去世后 曾宗呢想要策立当时是美人的刘娥为皇后 参政之士赵安仁就以刘氏家世汗围为由 坚决反对 这也和宋史记载的刘娥出生背景相违背 虽然刘娥的父亲不是很大的官 但是也不到家世汗围的程度 所以关于刘娥的出生背景 我们目前大概可以确定的只有 她是出生在益州 家境不是太好是一名出色的波涛艺人 大约呢是在13、14岁时 刘娥被嫁给了一名银匠宫妹 宫妹呢后来为了做生意 就带着妻子离开了属地到首都东京 也就是开枫桃生活 丈夫呢在街上做生意 刘娥就在旁边卖艺 据传呢刘娥长得很漂亮 歌声优美动听 再搭配她波涛的好记忆 歌女刘娥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 不过丈夫宫妹的生意却一直没有起色 后来因为家计实在太困难了 宫妹便想把妻子给卖掉 此时呢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应已经过世 皇位呢由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继位 宋太宗的三子当时呢被封为韩王的赵元修 也就是留了后来的丈夫宋真宗赵恒 他呢其实是在被封为太子后才改名为赵恒 不过呢因为大家对赵恒比较熟悉 我们接下来就直接用赵恒来称呼他 韩王赵恒听说四川的女子很有才情 便想让下人也给他找一位 王府的指挥使也是赵恒的亲信张琪 刚好听说银匠勾美想要卖掉他有才华的属地妻子 于是呢张琪便将刘恶引荐给了韩王 根据宋时的记载 刘恒是在15岁时进入香王府邸 但当时呢赵恒还没有被封为香王 应该只是韩王 在年代的对照上面有些出入 不过无论如何年纪轻轻的刘恒就被赵恒给买进府了 赵恒呢只比刘恒大了一岁 他非常喜爱这位年轻美丽才华洋溢的女子 据说呢到了每天都溺在一起的程度 在宋朝儒母的地位呢是很高的 赵恒的儒母当时是齐国夫人的流氏 个性非常严谨 他相当不喜欢赵恒整天和来历不明的歌女私混 有天呢韩王被父亲宋太宗召见 宋太宗见儿子面容憔悴身形消瘦 据他的儒母齐国夫人 赵恒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啊 齐国夫人呢就将赵恒买了歌女仪式 如实禀报给了宋太宗 宋太宗一听这个歌女不仅出身不明还结过婚 又让赵恒查不思犯不想宋太宗震怒 并儿子呢立刻将刘娥给逐出王府 而且随后就让儿子迎娶大将军中武军节路使韩国公潘美的女儿为妻 不过赵恒没有把刘娥赶走 他偷偷的将刘娥藏到了亲姓张琪的家中 而为了避险呢张琪从此不回家就在王府过夜 后来赵恒就给了张琪一笔银子让他另外找地方住 于是张琪的家就成为了赵恒和刘娥约会的地方 刘娥呢大概是因为出生低下 他不吵不闹 在张琪家一住就是15年 赵恒没有来的时候刘娥也没有闲着 他积极充实自己 他遍读史书古籍无论是四书五经兵法书籍等等 另外一方面呢他更关心国家的大小事 无论是朝廷政局或者是地方明清 他首读每天的朝廷公报 对于大宋局势非常的了解 这也对他往后的人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熟知的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有女言如玉 就是出自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 不知道呢赵恒呢是不是受到了 从歌女变才女刘娥的启发才写下的这首诗 赵恒呢在端拱元年西院988年被禁封为湘王 五年后在改封寿王 身为三子的赵恒原本与皇位继承应该无关 而且呢宋太宗的长子赵元左 从小就天资聪颖身受父皇的喜爱 宋太宗还直接让他住进了东宫 大家都知道呢东宫就是太子的居所 不过呢宋朝在开国之初皇位采用的是凶中帝籍 所以此时的皇厨其实是宋太宗的弟弟赵廷媚 而据说宋太宗为了给儿子铺路就以意图谋反为名 将弟弟赵廷媚贬到了今天的四川培林 宋太宗的长子赵元左在此事后开始精神失常 甚至还放火焚烧宫殿 于是呢他被父皇贬为了庶人 当然也就失去了皇位继承权 在长子被贬为庶人的七年后 宋太宗的二子赵元西又忽然就世 于是呢皇位继承就轮到了宋太宗的三子赵元凯 在宋太宗登基的第十九年至到元年公元九百九十五年 赵元凯被封为皇太子 宋太宗次名恒 这位就是我们熟知的赵恒 赵恒被封为太子的两年后 至到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他五十八岁的父皇赵光义宋太宗 因为建疮旧疾复发并逝于东京万岁殿 三十岁的皇太子赵恒登基为宋朝的第三位皇 皇帝宋真宗 在真宗继位时 他的原配妻子潘氏已经过世多年 后来呢他与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女儿郭氏叙宣 登基后真宗呢将郭氏册封为皇后 他也终于呢将长了十五年 已经将近三十岁的刘儿给接近了皇宫 不过呢刘儿可能因为出身不太好 刚进宫时呢虽然依然受宠 但没有获得任何的封号 一直到宋真宗成为皇帝的第七年 景德元年真月才被册封为正四品的美人 科举制度经过了隋唐时期的发展改革 到宋朝已经相当的承受 公平性呢大幅提升 这让寒门子弟也有入朝为官的机会 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许多新兴贵族 所以宋朝就有了婚姻不问法月 只看门帝的风气 意思是呢结婚不再和以前一样 要看你祖宗十八代的祖谱 只看你现在的家世背景 不过话虽如此 无父无母的刘美人 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 于是宋真宗便让刘儿的前夫 宫美感姓刘 成为刘美人的哥哥 并且给了刘美一份官职 这样一来呢 刘美人也算是有门帝了 而据说刘美虽然卖旗 但是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好官 刘美人呢 经过十五年的寒窗苦读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属中小歌女了 她不仅满腹经纶 对于国家的各项事物 大到宰相家世 小到地方农商 全都辽若指账 是真宗处理政室最好的咨询者 让她呢 更受到真宗的宠爱 但是刘皇后从未恃宠而骄 对于郭皇后也相当的尊重 除了刘美人外 真宗呢 还很喜欢一位 从她还是皇子时期 就进到王府的侍妾 当时呢 被封为财人的杨士 不过刘美人 也从未与杨士争宠 两人还成为了好姐妹 每当刘儿受到册封 杨士也会跟着被禁封 真宗登基的第十年 景德四年三十二岁的郭皇后病逝 真宗呢 就想要策立刘儿为皇后 但是以参政知事为首的赵安仁等大臣 以刘氏家世含威 坚决反对 张仁推举呢 去世的前宰相 沈伦的孙女 当时十四岁的沈财人为皇后 宋真宗并不讨厌沈财人 一度也认真考虑这个提议 但是后来听说 赵安仁是为了要报 沈伦的提息之情 才举荐他的孙女为皇后 而早在宋太祖赵匡应时期 就严禁闻人结党淫私 于是宋真宗对于此事非常的不满 沈财人历后一世 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刘美人呢 除了家世背景不好之外 还有一个硬伤 便是呢 他从十五岁跟随赵衡以来 从未诞下子嗣 而宋真宗赵衡虽然有五个儿子 光是郭皇后就生下了三个 却通通都夭折 所以这时已经四十岁的宋真宗 是没有任何的儿子的 大概可以说是 谁先生下了儿子 就可以成为皇后 不过虽然没有生子 刘美人却依然受宠 郭皇后去世的隔年 刘美人被敬为品位的修夷 杨才人也跟着被敬为劫余 而就在这年 也许是真宗和刘修夷的刻意安排 真宗了灵性的刘修夷的宫女理事 理事也就真的怀孕的 在理事临盆前 宋真宗宣布刘修夷有孕 隔年大宗降服三年四月十四日 西元一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 理事生下了宋真宗的第六位 也是唯一一位存活的皇子 当时名为赵寿义 后来的赵真宋仁宗 那这个皇子呢 从一出生就被当作是刘修夷的亲生儿子 并且交由杨洁瑜来抚养 这也是离猫换太子故事的原型 不过呢 理事的孩子并不是被刘俄偷换或是抢走的 事实上理事可能还很满意这个安排 毕竟呢 他只是一名小宫女 他的小孩却成为了皇上宠妃的儿子 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大好 而刘俄则母嫔子贵在小皇子两岁时 大宗降服五年五月 先被禁封为德妃 同年的十二月终于被策立为皇后 不过呢 为了避免大臣们再次反对 刘皇后的禁封十分低调 只有简单的不高天下 这年刘皇后四十三岁 陪伴赵恒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小皇子的养母杨氏也被禁为属妃 称为皇后后 刘俄更尽心的辅佐贞宗 每每都陪伴贞宗处理国事直到深夜 而且根据记载 刘皇后对于政务周景公秘 几乎不曾出错 贞宗对她的倚重和信赖 甚至呢到了大臣惧怕 贞宗会直接将皇位传给刘皇后的地步 一直到天西二年 贞宗册封封八岁的小皇子为皇太子 并赐名赵真 众大臣们才安心了下来 在赵真被立为皇太子的四年后 前新元年2月19日 新元1022年的3月23日 55岁的宋贞宗 驾崩于首都汴京的延庆殿 皇太子赵真继位 后来呢被称作宋仁宗 在刘恒宋真终过世的两年前 可能因为中风 身体状况呢已经相当不好了 真终呢就下诏 由刘皇后辅证小皇子处理政务 所以实际上呢 在真终去世前 刘皇后已经主政了 而显然真终对于刘皇后 非常的满意而且幸运 真终的遗诏也明令 殷皇子年幼 军国大事就由刘太后辅政 寿仁宗也遵照父亲的遗诏 侧封嫡母刘皇后为皇太后 养母养淑妃为皇太妃 他自己呢则称刘太后为大娘娘 养太妃为小娘娘 由于仁宗继位时年仅11岁 54岁的刘太后就成为了 实际上的执政者 而这一主政就是11年 一直到刘太后过世前才还政于宋仁宗 虽然刘太后执政时间不长 却做了几件对宋代发展很有力的政绩 首先呢 他一听证就下令停止天书运动 天书运动起源于宋真宗 仅得五年西元1008年 因为在此前不久 真宗与北方的辽国签订了和平协定 坦渊之盟 协议呢 宋朝每年需要付给辽国碎币 银十万两 卷二十万匹 并且互为兄弟之国 虽然呢 这份盟约让宋代换来了百余年的和平 但是许多宋朝的人民却觉得 不仅没有收回烟云之地 每年还要缴纳大量的碎币给辽 是国家的一大耻辱 为了呢 重振宋真宗在人民心中的威望 大臣们便为真宗想了一个降天书的法子 大义士呢 宋真宗梦到的神仙会降下三篇 名为大宗降福的天书 然后呢 大臣就伪造了写满歌颂真宗 丰功伟业的黄伯天书 真宗呢 就以神将天书为名 举行了泰山风扇 取父祭孔等等的大型祭祀活动 并改年号为大宗降福 天下的臣民百姓 当然也纷纷建道场 造公冠来庆祝神机 这就被称作天书运动 持续了十几年的天书运动 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让国家的经济陷入混乱 于是呢 宋仁宗一继位 刘太后一主政就立刻下令 珍贵的天书不能留在民间 要随着宋真宗下葬于永定林 并且下旨天下 即刻停止建造公冠 这场呢 长达十四年的天书运动 才终于告终 此时的宋朝还有另外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因为呢 宋朝众是于文人 朝中大臣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纷纷开始结党 营私 拉帮结派 在真宗末年 朝廷的党军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在刘儿还是皇后时 就差点被大臣们密谋废除 不过呢 手段更高的刘皇后先下手为强 存活了下来 于是呢 当他成为太后之后 他就积极的整肃朝廷风气 执政期间 他曾经六次下诏 严惩贪官污吏 并且呢 讲蠢分明 他以呢 要加封朝臣亲族为名 让大臣们提报家族中 为官的亲属 随后 刘太后命人 将所有朝臣亲属的姓名 绘制成一张关西图 每当呢 要进行封赏或是升迁时 刘太后就会参考此图 了解之中的厉害关系再行定夺 以避免权力太过集中 就成功的让宋朝的党征平息了许多年 除此之外 刘太后在经济发展上 还有个重大的贡献 就是发行胶子 胶子呢 是世界上最早正式发行 而且有担保的纸钞 我们都知道呢 古代主要使用的是金属钱币 因为很重 用膝带不变对于商业王来造成很大的困扰 尤其是刘儿的家乡属地四川 四川呢 因为不产童 早在宋太祖时期就下令 四川只使用铁钳 铁钳呢 不仅更重 而且价值低廉 让四川的经济发展更为困难 于是呢 北宋天圣元年 刘太后下旨 成都设益州胶子物 事半胶子八星 胶子呢 就是古世川黎域 胶子的是双面印刷 胶子的意思就是双面印刷的票券 这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纸钞了 比欧美国家早了将近700年 虽然呢 到纸币成熟的使用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这确实是货币史上的一大革新 也为四川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当然呢 除了这些 刘太后在其他方面的施政 也有着不错的成绩 她相当重视教育 改善科举制度 新办周学 并且呢 新修水利 准治黄河 为了鼓励开墾 刘太后还颁布了兆令 让部分地区的殿农 可以自由迁徙 在外交方面呢 她也积极与辽国交好 在刘太后主政时期 双方的朝贡贸易 是北宋史上的最高峰 不仅的促进了经济发展 也维持了和平的关系 刘太后一系列有效的施政 使得社会经济 文化等等的方面 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为她儿子人宗亲政后的 人宗圣治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现在知道 刘太后确实有吕武之财 那怎么说她无吕武之恶呢 首先呢 刘太后并没有像吕后和武后那样 为了巩固权势 杀嫔妃 甚至杀朝成 在政治斗争上 刘太后处理正理的方式 多是贬官 越讨厌的人 就贬到越远的地方 她从来没有杀过一位朝成 再来刘太后对于丈夫的其他嫔妃 是相敬如宾 我们前面说过 她很尊敬真宗的郭皇后 和真宗的另外一位宠备杨氏 还是最好的姐妹 而且对于皇太子赵真的生母李氏 刘太后也没有杀她灭口 反而好生的对待她 在真宗还在世期间 李氏就已经被禁封为嫔妃的婉仪 地位仅次于刘皇后和杨淑妃 真宗去世后 刘太后先进封李氏为顺荣 李氏并重使再进封为臣妃 并且追赠李氏的祖上三代 李臣妃去世后 刘太后原本打算要以普通工人的身份 将她安葬 但最后刘太后听从了宰相吕姨姐的见言 以妃为的一品礼仪 并让李臣妃身着皇太后官服后葬她 这个决定非常的重要 让刘太后去世后还得以保有好的名声 我们最后会再提到 不过刘太后虽然没有屡武之二 可是她究竟有没有像武后一样有称帝之心呢 从刘下来的记录推测 她应该确实有想过 首先呢刘儿辅正仁宗使改元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天圣 天字呢拆开来就是二人 天圣就是二圣的意思 一说到二圣你会想到谁 没错就是武则天 在天圣七年刘太后还下诏 将太后生成的长年节一致 提升到与皇帝生成前元节同样的规格 而根据记载 刘太后还曾经试探性的询问朝城 唐之武后是什么样的女主 众朝城的回答是 武后是差点断送大唐的罪人 据说呢刘太后听到之后久久沉默不语 至于刘太后最后为何没有称帝 当然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有人说她的良好德性最终战胜了欲望 有史学家认为刘太后的出身低下 没有强大的门第支撑 又因为她禁止结党营私 刘太后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力集团 最后呢在各种权衡下 她理性战胜了感性 在她辅政的第十年将年号改为了明道 此时呢刘太后应该已经完全放下了 称帝的梦想了 不过明道二年二月的季太庙大典上 刘太后却做了一件出乎众人意料的举动 她不顾朝传的反对 坚持身着天子滚服 头戴天子冠冕 前去祭祀宋朝的历代帝王 但是呢就在祭祀太庙晚后 刘太后正式宣布还政于仁宗 一个月后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西元一零三三年五月十一日 刘太后病逝享受六十四岁 在刘太后弥留之际呢 她频频拉扯身上的衣服 仁宗不解的询问朝成 参政之士呢 薛奎便回答道 太后呢大概是不愿身着天子的官服 去面见先帝吧 于是呢 仁宗下令将刘太后换回了皇后的官服 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 刘太后一去是一直装疯卖傻的 宋太宗八子 也就是仁宗的皇叔 燕王赵元也 上奏仁宗 说她的生母呢并不是刘太后 而是李承妃 而且李承妃还是被刘太后给毒杀的 宋仁宗大惊立刻就派人包围了刘氏府邸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刘太后是姑女没有亲戚 这个刘氏府邸住的其实是刘儿的前夫 后来成为他哥哥刘美的家眷 宋仁宗再派遣 李承妃的亲弟弟李用和 前去李承妃安葬的宏府院查看 李用和发现呢李承妃不仅身着太后的官服下葬 而且在水淫房府的作用下面容安详 毫无毒杀的痕迹 仁宗知道后感叹的说道 仁言岂可尽兴 宋仁宗呢不仅到刘太后的牌位前致歉谢罪 还亲自送她的官木出谎一殿 并将刘太后后葬于父亲真宗的永定令 不过呢也许就是宋仁宗命人大规模的包围刘府 才让后代衍生出了刘太后离猫换太子的故事 宋朝第一位摄政太后刘儿刘太后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